回到房教授频道 我是前面的苏彦 买个townhouse回家躺平 这不是很舒服的一件事情吗 这个视频是一个现场的打脸视频 原来我特别不推荐客人去买一个townhouse 因为townhouse首先它的隔音差 第二个 我认为它的生殖空间没有single family house那么高 第三个是townhouse它的整体 它肯定不能成为一个高胆社区 去年我卖了几个townhouse和几个condo以后 我真的是被刷新了我的观念 这套房子是我像剑商薅羊毛薅道的同时 也死皮赖脸对剑商要了这套端头的户型 这个端头户型是孤品 也是整个社区的最后一套房子 其实是他们的一个保留项目 所以我们来看一下 整个端头户型它就是四面都采光采羊 所以这个是它的一个优势 第二个不得不说就是它的位置 整个房子离大华99只需要四分钟 是在整个整个Frisco的核心区域 基本上围绕着大华99 还有整个它的target Kroger Costco全部在这一片上 广告也叫做是整个Frisco的核心 今天刚好真的 今天真的是看不见太阳摸得见太阳 大家在旁边 打完高尔夫球就可以直接回家 这套房子离打高尔夫球球场也很紧 对面就是Colin College 给一个Frisco的分校 所以它整个也属于一个学区房 但这个学区房除了它是Frisco ISD 那么如果你要租赁的话 完全是可以租给Colin College的学生 所以它相当于你既可以租给白领 又可以租给学生 所以无论这套房子你是想自己住 那自己住就它全新房很容易打理 而且它是全砖的地板 它不是陆地板 相对陆地板比较娇气一些 如果你感兴趣想投资这样的房子 记得添加微信房教授01 那我们就看一下这样的房子 端头房全部这一品牌全部已经卖完了 简单的前院进去 它前院在这个围栏里边是属于你的 但是基本上没有太多可以需要检草的 大部分都是包含在HOA里边 所以这样你就可以实践 轻松拎包就可以去旅行 不用管前后院的麻烦 进来以后就是开场式的一个房间 主要是厨房餐厅客厅全是连在一起的 整个它的彩阳就很好 大家看到很明亮 地板是普通的板木地板的一个反砖 整个台板是granate的都是升级过的 大家看一下 这是就是townhouse的 然后它用的就是天然气 它的微波炉都是出摸屏的 然后上面是一个上抽式的抽油烟机 它所有里边的都是升级过的 它升级过的炉灶还有洗碗机还有微波炉 进来它就有一个半卫生间 为什么说它是半卫呢 就是因为它没有洗浴 这里是一个从后面就可以入户的一个辆车库 所以它生活就很简单 相当于你把车停了 然后就可以把菜 costco买的菜放到这个台板上 这边就是冰箱 所以它整个相对来说很顺 这种房子就是你可能住着没有像我们最早买的第一套房 喜欢高挑天大空间 但这种房子就是无印记权 也容易打扫卫生 减少了很多住别墅的麻烦 但你住到一定时候 别墅你都会觉得我每天要打扫卫生 然后每天需每天的前后院的减草 还有它有些时候它的洒水的坏了 要去修sprinkle坏了要去修 就很多大大小小的麻烦事 所以到了一定时候孩子也上学毕业了 就觉得买个这样的房子就很适合坦平 这是它的整个主卧室 主卧室它是连着双开门的卫浴 然后这边值得一提的 它的closet是带有窗户的 这就是端头房的好处 就是转角房 看到它是有窗户的 所以它整个它的衣橱也是明亮采光的 然后进来以后 这是它双开门的一个洗浴间 这里是没有浴盆的 所以它用的是一个淋浴房 然后再加一个双台盆 这边是它的另外的主就女主人用的一个closet 所以刚刚说的那个可以做一个男主人的closet 它是可以分开的 这一点是不是找到了一点跟其他轻奢小豪宅的有点像 是吧 就是男女的closet是分开的 任何东西它一旦带有私密性就变得高级了 我们再来看这边 这个就是它的洗衣房 也就是主人你平常把它换的衣服直接就拿到这儿洗 它是紧挨着整个主人房的 好我们再来看它的卧室 整个它是Frisco的学区 第一个卧室 第二个卧室 带有双开门的衣橱 共用一个卫生间 好它的整个它都是帮你把所有的扶手都做好了 也就是说这种房子一交房 基本你不需要再做很多 它都是 它这个不太灵观啊 它明明是带有soft clothes 但是貌似我觉得 现在好了 神奇的手 这个也不错 就是可以拎包就入住 它的好处是它没有木地板 它用的全部是砖 然后二楼这部分进卧室全部用的是地毯 然后这个是它的一个给你的一个储物空间 然后好的是它全部都有地叉 看到 所以如果说你想在这儿专门做一个小小的影视 这里有地叉完全你就可以做 同时如果你想把这儿作为一个 比如说自己的画篮啊 或者说自己一个小小的studio 比如说在这儿弹琴 或者说在这儿你去想教教孩子 拉拉小提琴什么 完全是可以用的 这里也可以做成一个小小的健身房 然后它因为有地叉 你就可以接各种电的东西 现在还有那种独立式的电视 就是它是一个地架 然后那个地架上面是有带轮圈的 你可以随时推来推去 但是主要是要有地叉这个叉点口 这个东西特别关键 所以它除了有地叉以后 它还有普通的插座 所以这就是在卫出Fresco 最后的一个townhouse 如果你喜欢这样的房子 记得联系上班的微信房教授01 我们下次见